迪鹰溺爱独子惹祸不是第一次,二子迪没曝光14年前害死弟弟重蹈覆辙。 台湾演艺圈大子大迪鹰。 他在美国面书的独子,昨天,29日,惊传在美国射击恐怖攻击,已经被美国警方逮捕。 消息传出后,让台湾民众都相当震惊,有网友综合媒体上的报道。 认为他太宠爱儿子,才会养出妈宝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不过事实上,他在14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事情,当时还后悔太过溺爱,没想到事件重演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迪鹰的儿子孙安佐日前扬言在美国高中校园,发动扫射恐攻。 同学得知消息后,马上通知校方,目前他正被警察拘禁调查中。 据悉,就算付出高达300万台币也无法交保,让迪鹰夫妇相当着急。 不过事件发生后,很多人都说迪鹰太过宠爱孩子,才会不了解孩子会开这种玩笑,惹祸上身。 可说是教育失败,更让人想起14年前,迪鹰的二子迪梅曾经上节目《冰火五重天》,聊到他们已经过世的大帝。 而小时候因为家境不好,弟弟不管走到哪都被欺负,最后竟然成为帮派分子。 从此他和迪鹰就常常轮流进出警局,只为了救出弟弟。 姊妹儿为了弟弟着想,甚至出资百万元,帮他开了一间咖啡店。 希望有了正业可以从此脱离黑社会,谁知道。 没想到弟弟竟然在店里放置赌博性猪牌遭警方逮捕。 事后警方更要他把自己改为负责人,才不会让弟弟背负两条罪名。 宠爱弟弟的他也叫做不误,后来更被警方要求上脚枪支才可以放过弟弟出狱,让他和迪鹰到处下跪求人帮忙。 所幸最后在律师协助下,才成功让弟弟出狱,然而最后却。 弟弟不但没有改邪归正,甚至染上毒瘾,仍然不断进出警局。 直到2004年,因为在友人家中施打海洛因过量,最后身亡,为生命画下句点。 迪美表示,过去七年后才发现,当初就是因为太宠爱弟弟,才会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。 有网友对比迪鹰现在宠爱独子的状况,知乎。 根本就是弟弟翻版,虽然没有这么夸张,但是真的不能宠。 看来迪鹰家就是一直循环,对男生的宠爱都害了他们。 已经有弟弟这样的例子,还不知道学教训,好好教育孩子好的价值观,根本白费当父母。 图片来源,东森新闻。 不过迪鹰其实早在弟弟死前十年,就已经不跟对方联络,并曾表示,因为他不学好,我们全家人早就放弃他。 如今自己的儿子因为玩笑话的尺度拿捏不好,被美国警方逮捕,让人看了不胜唏嘘。 所以说,真的要注重教育,太过溺爱都不会有好事情的,大家怎么看呢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摊